高雄市有一名男子凌晨喝酒之后身体感到不舒服 于是前往荣总医院 结果他因为喝了太多酒 居然是大闹急诊室 还打伤前来处理的远景 这名21岁的男子在高雄荣总急诊室 竟然突然酒性大发 当场失控大闹急诊室 从朋友上来到烈了一杯酒 重新男子凌晨一点半喝了半罐的高粱酒 一时气喘发作 不是有有人载到医院 没想到人到了急诊室竟然情绪发作 连前来处理的远景都遭到持余之殃 男子被一群远景制服后带了派出所去 酒测值高达0.9 酒醒后他推得一干二净 表示发生什么事情他全部记得了 不过画面会说话想赖也赖不掉 最后他被依照妨碍公务及伤害罪嫌移送法办 酒不是好东西还是少喝为妙 also就是削斩妙碍公务 ína子不是未经佐 安心哦 接着